开箱 你不会看不出是什么吧 如果今天做一些套池送给大家 2 4 8 10 12 12包里 哇 你知道吗 我直接买最贵的套仓 79块 贵子 废话不多说 接下来我们先装起来看一下 我花了相近300块钱 为什么买这个东西还插个头都不给我 是USB的 这个就叫专业 这个就是脚开关 然后呢 我只要一开 它有转出它还可以 只要我的脚一踩下去 它立刻就停 一松开 不错 拿出我们广东省的 手盘 一包泥只有这么一点点 是不是泥巴 是泥 天呐 要泥还要加到2 3 4块 你想一下泥巴都卖这么贵什么事到现在 OK 现在泥巴已经给好了 你不会以为我就买这个东西就这样整活这么简单吧 不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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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月和時間 都能做得太多 都能用 還有更多 OK 現在回歸重題 我們趕緊把泥巴給捏好 拍的時間太差了吧大哥 我真的鏡頭換來換去好累啊 它根本就不好捏 我發現這個馬達太差了 泥巴太大塊了 它又撞不動 總共這裡泥巴不是很多 大概能捏個三到五個左右吧 我覺得你們可以在評論區下面留言 留出你們最牛的鹽 你要點贊最多的話 我會把這些陶瓷快遞送給大家 兒童投意就是兒童投意 真的差這個資料 捏的是什麼東西啊 橢圓形的 我給你們捏個椰匯缸好不好 記得留言啊 點贊最多的 發給你啊 哪一個傻的 哪一個奧特曼 不行 這哪一個別的吧 那一座腳加三啊 給大家看一下現在列好的四個 一個是艾利歐 煙灰缸 一座加三 法拉利四八八 OK兄弟們已經四個作品已經全部搞定了 這一個就是煙灰缸 非常的漂亮 這一款是法拉利四八八 這一個呢是一座 甲山上面會有什麼廢物出品 你看甲山上面有一點 有一點白色的烏雲 然後呢這一個是 看到沒有 餅乾葉 那我總結來說呢就是這種 叫做陶瓷泥巴機 它屬於兒童類的 哇你放那個泥塊放大塊一點 它都撞不動真的是 79塊 掌掌 退貨也退不了了 泥巴都用了 點贊轉發收藏加分享 下一期整很活 下課